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政府 我们也想要承认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是为民主 这是法律的 这是法律的 随着国民联盟掌握中央政权 并在今天召开了第一次的内阁会议之后 新政府会如何治国终于有了一些答案 当中国家经济依然是新政府 优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召开了 还有一个人的行为 是国家的政府 和一些人与国家的国家 和一些人与国家的国家 我们会担任 向国家的国家 和国家的国家 和国家的重要性 和重要性的事情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它们将会担任 每个星期 不过一月 不过国民联盟是在没有执政宣言下 上台成为政府 就连慕尤丁也承认这是特殊情况 因此内阁决定让部长们集思广义后 才向人民公布确切的施政方向 另外不少人对慕尤丁及前首相马哈迪 两人目前的关系感到好奇 但原来慕尤丁早已向马哈迪 伸出了橄榄枝 我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在当中的浪费尤丁 当中的浪费尤丁 如果在那些日子的浪费尤丁 对于事件的浪费尤丁 我向尴尬 如果有空我会变得到 我会变得到丁 但他已经有回答 我还说没有时间到 我都会在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在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然而 在面对后门政府的指控 以及西蒙要提不信任动议的压力之下 如果全国大选提前举行 新联盟又该如何收复民心呢 这是第一天我们在办公室 来吧 给我们一个机会 那是很长的地方 当然是很重要 我们会知道什么需要做 让我们不耐用期待到三年 如果我们做得好 和公司 believe 这些政府是一家政府可以帮助他们 我们会計务正在选择 但这些太早了 to say that